八名骑劫游潮船的匪徒终于在今天凌晨6点30分 在越南的土著岛纷纷落网 游潮船在海上历劫七天后终于重获自由 而大马海事执法机构副总监阿莫夫兹说 游潮船遇到在20日清晨2点抵达关丹码头 我们将将船飞到霄复的工程上 在明天上 所以奥金哈曼宁将船进入霄复的工程 和和船船部副总监 与其中一个人会承知 叫做食器 叫做食器 船上的22名船员全速安全送返回家的航线上 其中一名船员是大马籍华裔男子 他的父亲回顾儿子在船上时 一脸忧愁担心 上个星期三晚上 我和我孩子只好见过面 然后他有说他各天要去航海 然后六个月过后才回来了 然后这件事情发生 过了两三天 我才收到消息 然后就有为他担心 如今被告知孩子成功获救 陈长赞紧绷多日的心情也暂时舒缓下来 听到消息讲船已经找到人有平安 我现在心情是很感谢了 船